基因组的婴儿,受到国内科学家一致反对,国外科学家说了啥,来自中国深圳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基因组研究员,贺建奎,他在一名妇女体内植入了一种胚胎,这种胚胎经过了基因组,使得生下来的小女孩,具备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。 不过,他的行为并没有通过独立的基因组测试得到证实,也没有发表在同堂评计的期刊上,已经推出就引起了中外科学家的一致反对。 中国的科学家们甚至对此发表了连署,强烈谴责和反对,这种贸然常识做可遗传的人体胚胎基因的任何常识,因为小女孩的基因,若是具有致命缺陷,混入人类的基因时, 其危害不可估量。 那么,对于贺建奎的这一行为,国外科学家说了啥? 基因组科学家费奥多乌尔诺夫,我本要求审查描述人类胎胎和胎儿基因的DNA序列分析的文献。 这些文件是在CC方位点的,我所审查的数据与的事实是一致的,事实上,已经进行了。 来自西雅图RTS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的Renod说,探断孩子的基因组是否被获得唯一方法是独立测试他们的DNA。 Renod有更安全有效的方法使用遗传学,以保护人们免受不涉及胚胎的艾滋病病毒。 更何况目前,胚胎技术尚未满足医疗上的需求。 伦多大学学院,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研究妇女和生殖健康的乔伊斯·哈珀,Joyce·哈珀说, 金钱,基因组人类胚胎以抵抗艾滋病的报告是不成熟,危险和不负责任的。 乔伊斯·哈珀,需要多年的研究才能证明,干涉胚胎的基因组不会造成伤害,还需要立法和公开讨论,才能将基因组应用于预定植入了胚胎。 牛津大学食用伦理中心主任朱利安斯·哈珀说,这项实验是健康的正常儿童面临基因的风险,而没有真正的必要利益。 来自北海道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TTSYASHIR也不认为,将基因组应用于胚胎一键,少HIV感染是合理的。 他说,目前艾滋病毒阳性的婴儿,可以通过抛腹产分娩,以避免在分娩时传播感染。 其实,关于是否制折胚胎基因组,位于伦敦的独立咨询委员会Nafel生物伦理委员会公布了一项针对319人的调查,有将近70%的受访者表示, 但是,如果他能够允许不孕夫复生孩子,又或者可以预防胚胎中疾病的突变,那么他们是支持基因的。 不过,受访者反对用它来提高智商,运动能力或改变肤色。 对此,亲爱的朋友们,你们是否会因为某种目的,从而支持基因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